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公投法修正案,公投门槛下修,对此,千里伟林卓水认为若公投门槛太低,范围太宽,公投就不值钱了。 林卓水在脸书上表示,一些公投至上主义者认为这次门槛还是修得太高,范围太小,但他认为门槛太低,范围太宽,公投就不值钱了。 林卓水说,这些人常把瑞士公投做逼你,但瑞士就是公投太容易,把宪法修得太可笑,连连劫车怎样缴费,酒怎么卖都成宪法条文,最后国会受不了,就把一些太扯的公投否决了。 这也让林卓水三说,既然瑞士宪法不翻翻看,就拿瑞士呛了耳,三十年的声也太不负责任了吧。 国会日前通过公投法修正案,降低了公投连数投票门槛,不过仍有人不满意,认为门槛降得不够低,并主张公投项目不该涉陷。